織台銃 我們先放幾個動畫給大家看 就是我們講的電磁波 就真的它隨時間的變化 然後放到一個螢幕上面給大家觀察一下 然後這裡面可以看到什麼呢 主要是給大家看什麼叫像速度 什麼叫做polarization 極化、偏極化、偏正等等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大家比較可能到目前比較知道的 就是線性偏極化 然後什麼叫圓偏極化 所以這個是一個往Z方向 這是Z方向傳播的一個電磁波TEM 藍色是電長,綠色是磁長 那個後面看得到嗎 所以基本上第一個我們都知道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是從左邊往右邊傳播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電場是這個方向的話 磁長就會跟它垂直 而且這邊跟這邊E x H 是在Z的方向 這是第一點 這上面一條一條的線 基本上是電場 如果你看成小箭頭的話是電場的箭頭 那當然你這個Sine的這個波形 其實那是沒有意義的 那只是連起來讓大家比較 能夠稍微看一下 所謂的Sinusoidal的這種波的傳播的狀況 所以那個空間上面是 其實這些線是不存在的 那再來大家要看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 我們看一下那個 比方說這個紅色的信號 所以紅色的信號在這個地方 那 紅色這個信號 相對於這個Sine的這個波形 它相對的位置是不變的 所以也就是說 對於這個Sine的這個波形而言 紅色的這個信號所在的位置 相對它的相位是固定的 不管你時間怎麼變 或是它一直在移動 可是相對於這個整個波形它的相位是固定的 所以我們說像速度在算什麼 像速度在算等相位點移動的速度 所以我們要看的就是 這個紅色的這個信號這個點 在空間上面移動的速度 那是所謂的這個電磁波的像速度 所以這邊順便有相位的這個觀念 給大家看一下 所以第一個 關於這個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沒有話再來第二 我們看一下這個 紅色的這個圈圈 這個紅色的圈圈 基本上是一個固定在這個位置上面 OK 所以固定在這個位置沒有動 Z軸的位置沒有動 所以固定在這個位置上面 然後假設你有一個人在這邊 看電場隨時間變化的狀況 所以你在這邊你看這個固定的變化 所以它就是一個上下變化 所以是上下閃離 收一抖 那我們這邊大家沒有把固定位置的電場 瞬間的正幅把它畫成對時間的函數 不過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基本上就是 如果你橫軸是T的話 縫軸是電場的強度的話 就是這個閃離收度分佈 然後 而且怎麼樣呢 我們說 極化是什麼 極化就是電場的方向隨時間變化的狀況 所以現在這個點 它隨時間變化就一直沿著這個垂直的這條線 沿著這個點在上面這樣子移動 所以如果說你說紅色的這個圈圈 它掃出來的軌跡呢 是一條線 所以這是一個線性偏極化的一個電磁波 所以這個 這是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而且我們說它是什麼 它偏極化是x-polarized 也就是說它的偏極化是線性的 那線性的那個方向在哪呢 在x方向 所以這個有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剛才那個是x偏極化 那這個呢 這也是一個線性偏極化 所以大部分跟前面都是一樣 只是說現在我們只有畫電場 所以只有藍色的部分沒有綠色的部分 那這裡面呢 基本上 實線是最後總電場的變化 所以大家看一下 這個總共的總電場是有x分量有y分量 那x分量跟y分量一樣大 所以基本上 它的在空間上面的方向 大概就是xy平面的這個參考器裡面 它是那個45度角的部分 那下面這個虛線是 假設你把這個實線 真正的電場去分解到x方向跟y方向 所以它有兩個分量 所以 這個虛線 代表的是x分量跟y分量 它瞬間的值 然後最後 x加y之後 total的向量 是實線的部分 那同樣的 紅色這一點就是固定向位點 所以你可以去算它的像素度 然後 紅色這個圈 它是固定位置上面 所以它現在也是一個 SANUSOLO的變化 只是說現在這個電場 這個向量的方向 是斜斜的這個方向 不像剛才那個 比較簡單是垂直方向 另外一個同樣 這是一個線性偏極化 因為 你這一點 在空間 這個圓 紅色的這個圓 在空間裡面掃過的 那個軌跡是一條線 所以叫線性偏極化 好 OK 這樣子有沒有問題 好 那圓偏極化就稍微有一點複雜 不過跟剛才一樣 這個藍色的虛線是 x分量跟y分量 那它的equation在這個地方 所以基本上大家 基本上就是 y分量會落後 x分量90度 所以大家如果先看一下 這個虛線的變化 虛線的變化跟剛才那個 不是一樣 就同時變大 同時變小 所以虛線的這個變化 x通過 比方說x最大的時候 其實y是通過0 然後x這個方向 變到0的時候 y會變到最大 所以它們剛好一個sin一個cos 也差90度 所以你把這兩個分量全部加起來 然後加起來後 這邊用黑色的線來表示 所以這一根一根的線 就是一個電場的小箭頭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同樣的我們看一下這一點 這一點就是怎麼樣 跟剛才一樣 固定位置 你在看電場的變化 所以固定位置就發現 電場就一直在旋轉 旋轉是說 不是說電場的方向 繞著一個圓再轉 而是說電場的那個端點 繞著一個圓再轉 那電場本身是 如果你用箭頭來看的話 電場本身是 從這個軸開始 是朝外的 所以如果你的x分量跟y分量一樣大的話 你這樣掃出來的 就是你這個紅色的這個圓點 在空間裡面掃出來的軌跡就是一個圓 所以我們叫做圓偏即化 那我們把它叫做 右手圓偏即化 或是正的圓偏即化 就是說如果你把這個 傳播方向 Z軸當作拇指的話 那這個繞的這個方向 剛好是右手的方向 所以這是一個圓偏即化的波動 那再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說 這個螺線狀的軌跡其實在空間裡面是不存在的 我們只是把它畫出來給大家 比較容易了解一下 那我們這邊看的這個紅色的軌跡是看這一點 你當然可以看任何一點其他 任何一個位置上面軌跡的變化 當然就也是繞出一個圓 可是相對這一點 大概會時間上面會有一點差 因為位置不一樣 會有傳播需要時間的delay 所以這個部分 原篇即化這個部分有沒有問題 後面有些應用 等到我們後面講到最後反射的時候 我們再跟大家講一下 沒有的話我們就把它收起來 所以我們現在講實際上的這個介值的狀況 就是所有的介值都會有損耗 不管你是很好的導體 或是很好的絕緣體 都不是理想的介值 那所以基本上這個Epsilon 就會是一個complex number 那我們最後把它開 我們上次講了一個gamma gamma基本上就是j 它原來是jkc 就是我們如果允許這個k 是一個complex number的話 那我們就定一個gamma等於jk 然後你把這個kc 最後開完根號之後 它會有十步、虛步 所以你再帶回來之後 你就會發現這個gamma的十步 基本上代表什麼呢 我們上次說這是一個衰減 代表它隨位置正幅會衰減 而且是在這個簡單的例子裡面 它是隨距離是指數的衰減 那後面這個我們叫做propagation 或是叫做face 我們把這個叫做它的相位 那真正代表波在傳遞 波在傳播的這種行為 其實是後面這項出現的 那我們之前看到的是 沒有看到這個 而只看到這個 而且那時候beta叫做k 因為那時候k是一個時數 所以beta的物理上的意義 跟我們之前看到那個時數的k的物理意義 是完全一樣的 那只是現在多了一個會衰減的因素出來 那這是上次講到的部分 那我們就針對幾個常見的 那個電磁波會在裡面傳播的這種介質 然後看一下 在那些情況下 你這些alpha要怎麼算 beta要怎麼算 第一個我們看一下這個8.3.1 叫low loss 的dielectric low loss就是說 它有loss 可是它的損耗很小 損耗很小的意思就是 這個alpha基本上就很小 因為alpha等於0的時候是沒有損耗 我們當然希望說 電磁波的傳播要可以傳得很遠 傳得很遠的意思就是 就算它有損耗我們也希望它很小 比方說空氣 空氣裡面你說可能會有水氣啊 或者說它會有一些閃射啊 或是等等的一些因素 所以你電磁波在通過空氣的時候 其實它會有損耗 可是那個損耗顯然是很小 要不然你的手機的通訊其實 或是就會有問題了 所以我們看一下 這個low loss的dielectric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看第一點 我們先把它寫下 所以這個εc 就等於什麼呢 如果我們寫成十步 叫εprime 減掉j εprime 或是說你把它寫成比較 實際上有物理意義的這些項 把它寫出來 這個sigma是一個等效的導電率 OK 那omega當然是它的頻率 所以什麼叫low loss 可能就講義的下一頁 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講的是一個 所謂的絕緣體啊 或是界電物質啊 它是一個很好的 可是不是完美的 那這個時候 也就是說這一項存在 或說它的虛部存在 可是它遠小於十步 OK 這個叫做low loss 或者是所謂的good的dielectric 所以就是 比方說 Epson 虛部小於小於十步 或是這一項 也很小於它 這講義上面有 我們就不寫了 那這個時候 γ等於多少 我們這邊看一下 所以這個時候 γ就等於 j Omega 那我們把 根號 μ επ 搬出來 然後後面是什麼呢 1-j 就是這裡面 我們把這個 因為這一項很大嘛 所以我們把它搬出去之後 然後剩下是double prime 除以επ 2分之一次方 所以 虛部很小的意思就是說 它的虛部 當你寫成這樣的話 這個圓小於小於1 那這個時候 就可以怎麼樣呢 去做近似 那個大家 韋基芬應該有學過吧 胎勒展開式 或是所謂的二項式的展開 等等的 就是當我一個很大的 加上一個很小東西 然後在某個函數裡面的值 你就可以大概用 在它很大的那個值上面 去做展開 然後後面就會有 一階、二階、三階、四階的 所謂的修正項 所以基本上的觀念是這樣 所以我們用這個觀念 你把它展開一下 那這個展開的過程 在我們後面 蠻多地方都會出現的 所以大家可以練習一下 所以我們把 這個大大的方括號裡面的十步 乘上這個之後 其實是 γ裡面的虛部 就是β 那這個大的括號裡面的虛部 有一個J乘上一個J後 變成γ的十步 就是變成α在這個地方 所以最後大家就可以得到 這個α跟β 按照這樣子展開到目前為止 約等於後面的這個東西 講義上面有了 我們就不抄了 大家可以自己試著算一下 為什麼要這樣算呢 因為 如果你不這樣算的話 你要去開什麼 要去開根號 對 你要去開這個根號 那你當然也可以 開完根號之後 把十步抄一抄 把虛部抄一抄 就知道十步、虛部各有多大 那可是以前 當然計算機、電腦沒有這麼方便 其實這個complex number的開根號 有點複雜 那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是怎麼樣呢 你說我把數字通通帶進去 你最後可以得到的結果 你用計算機按 或是用電腦去算 最後得到結果 也是數字 那可是數字 有時候你就看不清楚 它有什麼物理的意義 因為所有的這些符號都不見了 那所以 你用這個 基本上是 把一個非線性的這個東西 二分之一 就是根號的這個運算 把它變成一個線性的 approximation 之後呢 第一個你計算就很好計算嘛 就是全部剩下加減乘除 或最多就是一個平方下 那 計算上面比較好計算 那除此之外呢 你保留這些符號 你就容易看得出來 比方說 我的衰減到底是什麼東西引起的 或是衰減跟什麼現象有關 OK 所以我們看一下那個 alpha的部分 大家看一下講義 alpha 就會等於二分之 omega epsilon double prime 等等等等的 那所以 基本上呢 alpha就會正比於 epsilon double prime 就是alpha會正比於 它的 這個所謂的 complex的 permittivity裡面的虛部 在low loss的狀況之下 大家記得 這邊的所有的近視都是有假設的 是在某些特定的條件之下 可以做這樣近視 其他的條件之下 做的近視可能 結果就不一樣 所以大家稍微區分一下 所以從這裡面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在low loss的情況之下 alpha、beta各是等於多少 從材料或是介質本身的特性 可以去算得出來 好 所以第一個點有沒有問題 這個是low loss 好 那第二點就是 我們會針對每一種情況 其實都會算 因為電磁波最重要的就是 alpha、beta 然後傳播速度 等等的這些 這幾個參數 所以我們在各種不同的情況下 針對這幾個參數來討論一下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討論它的ita 它的intrinsic impedance 我們前面講過 這個根基本上是根號 mu除以epsol 那如果epsol 可以是complex的話 就是epsol c 那同樣你把epsol c 帶這個東西 帶進去之後 這個講義上也有 所以你就經過一些approximation之後 最後可以得到什麼呢 也是一樣 把那個開根號的東西把它展開來 那你保留 所以同樣就是mu除以 它的十步 這邊放epsol prime 那上次上級也講過 有時候 比方說你寫成這個形式的話 這個叫十步 這個叫虛步 要不然你就寫成這種形式 那這個叫epsol 這個通常是我們所謂的 接電係數 當我們沒有特別講它有沒有損耗的時候 或是我們沒有特別講它有沒有導電性的時候 這是它的接電係數 然後這是它的導電率 這是它的頻率 所以符號上面 請大家稍微熟悉一下 所以你把它開完根號之後 進次之後 會得到1加上j epsol double prime 所以2 epsol prime OK 那可是我們記得 這個 主抗 就是這個介質 對電磁波而言 它的所謂的intrinsic impedance 它的定義是什麼呢 是定義成 當電磁波通過這個介質之後 它的電場 它裡面的電場 跟它裡面的磁場的比例 如果我們說這是一個 往z方向傳播的 均勻的平面波 而且它的偏極化是在x方向的線性偏極化 同樣的剛才講的這一大串字 大家應該就 equation要寫得出來 所以現在電場就只有x方向 因為是x方向的線性偏極化 然後它的時長是在y方向 所以它的impedence是這樣定義 然後你這樣比一比之後 發現這個得到的結果是這樣 所以這是一個complex number 也就是說什麼 這兩個的比值 比出來之後不是一個時數 不是時數的意思 就是說這兩個 電場跟磁場之間是有一個相位差 非0的一個相位差 所以跟我們剛才看的那個動畫不太一樣 剛才我們看那個動畫都是理想的狀況之下 所以比方說tm的這個波的話 電場跟磁場其實是同時達到最大 同時通過0 同時變成負的最大 他們是同步的 沒有相位差 可是當你有loss的時候 非理想的狀況之下 impedence 變成一個負數 就會有相位差 所以這一點有沒有問題 那沒有的話 第三點叫做face velocity 那up 的定義 OK 大家回到我們前面講up up face velocity 或是我們剛才看的那個動畫 是等相位點移動的速度 那在那個時候我們看相位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不考慮它的衰減的這個因素 我們純粹只有看這個beta 或是純粹只看它那個sinusoidal的部分 那所以等相位點移動的速度 最後還是一樣 我們如果不考慮alpha的話 只有beta 那就是omega 除以beta 定義跟前面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時候 beta呢 就大家去 前面這邊有alpha跟beta的proximation 所以你就把beta的proximation 超出來 所以就約等於講義後面的這一大串數字了 所以也是一樣 就是 我們寫一下 這個 所以 在有損耗的情況下 我們看 基本上是這樣 那我們知道這個是很小 所以前面這一項其實代表的是 沒有損耗時候的理想狀況的像素度 那你有一點點很小的損耗進來之後 後面就多了這一項 所以 你可以把它叫做 誤差 或是修正 等等 或是你的loss所造成的影響 所以我們這邊做了很多 approximation的形式 通常我們都會寫成1 加上一些很小的修正量 那很小的那些修正量 就是當這些不理想的狀況 存在的時候 所造成的影響 那前面那個1 基本上就是原來理想的時候的量 所以這個是Low Loss 所以我們後面會看到了幾個 就不外乎算1,2,3這三點 那再下來我們看一下另外一個常見的介質 叫Good Conductor 這個叫做良好的導體 那當然顯然是相對於所謂的Perfect Conductor 它不是完美的 它是良好的 那意思就是說 它雖然導體的電阻很小 可是它的電阻不是0 那實際上大家知道 所有的 在日常生活裡面碰到的金屬導體 基本上都是良好的導體 沒有所謂的理想的導體 除非你去討論那個所謂的超導 可是超導通常不會出現在試問下 所以第一個 我們也一樣算Propagation Constant 算Gamma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看到Gamma等於什麼呢 同樣的我們看一下 所以這個 approximation就不太一樣了 我們在Low Loss的時候 第二項須部很小 可是我們看一下須部是什麼造成 須部是它的導電性 導電度所造成的 那Low Loss大概就是 它理想上應該是一個絕緣體 它的導電度應該是0 可是現在不是0 可是它還是很小 可是如果對導體而言呢 導電性就很大 所以你不能說我在這裡面 假設它很小 所以後面我去做近視的時候 把那些高階項全部丟掉 只留這兩項 所以這個時候就不太一樣了 我們看一下 這個時候 Gamma等於J Omega 我們就用 因為我們現在討論它的導電性 所以把這個保留下來 所以J Omega 根號 Mu Epsilon 然後1加上 Sigma除以J Omega的2分之1 刺發 所以 良好的導體是什麼意思呢 良好的 這邊有一個Epsilon 良好的導體是說 這個很大 所以說 基本上這一項相對前面來講 就大於大於1 所以通常我們做Prasumation 是怎麼做呢 我們就把這個把它省略掉 然後省略掉之後 就得到J Omega 根號 Mu Epsilon 所以 基本上這也是開根號 那開完 你就把這些2分之1根號裡面的東西 整理一下之後 就會得到 根號J 然後 根號 OmU Sigma Sigma 是它的導電度 對金屬元的導電度很大 所以大家就去把J開一下根號 那個ComplexNumber裡面 有教大家怎麼開 那開完之後 點點點點點 最後得到的結果 就會等於 E加J 乘上根號 Pi Pi Mu Sigma 那這會等於什麼呢 Gamma最後 不管你怎麼開完 最後會等於 Alpha 加J Beta 不要忘記了 這是它原始的定義 所以這告訴我們什麼 如果你看一下這個 基本上 E加J 所以 這個裡面的實部跟虛部是一樣大 OK 所以 結論就是 對良好的導體而言 Alpha 會等於Beta 會等於 這個根號 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說為什麼你要這樣子去做Persumation 因為這樣你就可以看出來 比方說 衰減 到底跟什麼有關 那我們前面講 理想金屬的時候 大家記得嗎 我們在第三章講理想的導體的時候 因為理想導體裡面不可以有電場 因為一旦有電場之後就會有無限大的電流 所以 就自動把導體裡面的電場全部射成0 那理論上 電磁波就沒有辦法穿透那個理想的導體 因為不可能有電場 那沒有電場那就沒有磁場了 那可是在實際上真正的金屬裡面 金屬導體裡面 因為它的電阻不是0 也就是說它的這個Sigma 導電度不是無限大 所以其實 你有電場 它 雖然會造成電流 可是電流不會變成無限大 所以你可以存在一個很小的電場 然後裡面造成一些可以存在的 實際上會存在的電流 所以其實對良好的導體 電磁波是可以在裡面傳播的 可是我們看一下 這個時候它傳播它會衰減 因為它會存在alpha 所以這alpha會跟什麼有關呢 會跟 這個mu π跟mu當然是常數就不用管它了 會跟Sigma有關 所以Sigma是導電度 那越好的金屬它導電度越大 那越大的話 alpha就越大 那越大的意思就是 你看這個指數衰減這項 alpha越大它衰減的 隨距離衰減的就會越快 也就是說 雖然在金屬裡面 電磁波可以在裡面傳播 可是 它傳播一點點距離進去之後 馬上就衰減到非常非常小 就去近於0的狀況 因為它的那個衰減常數alpha非常的大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 它除了跟導電度有關之外 跟什麼有關 跟f有關 所以這裡面 基本上這個東西正比於 根號f 根號sigma 所以導電度越大衰減越快 除此之外 頻率越高 衰減的越快 也就是說 假設我是同樣一塊銅板 然後我一個低頻的電磁波過來 跟一個高頻的電磁波過來 比方說我們是正向入射好了 然後電磁波一進去 那個頻率很高 所以它衰減很快 然後馬上就沒有了 可是對低頻的電磁波而言 它雖然進去會衰減 可是隨距離衰減的速率沒有那麼快 所以假設你那個銅板的厚度不夠的話 或是金屬板的厚度不夠的話 其實當我電磁波進去之後 傳播它的厚度這麼多距離的Δ 其實它到金屬板的另外一面 其實還是會有若干電場存在 那這個時候它就可以穿過這個電磁波 所以有時候大家說 我們有時候要防止電磁干擾 什麼的 可以把東西裝在一個金屬盒子裡面 或是用金屬的像錫波、鋁波之類把它包起來 可是那個東西對高頻訊號 高頻電磁波而言當然有很好的遮蔽效應 可是對低頻的電磁波通常會 效果就比較差 再下我們就看一下intrinsic impedance 對良好的導體而言 這個同樣的 impedence就是μ出於εψon 然後εψon c 同樣的因為這個時候我們就把這個忽略掉 所以這個就用這一項 所以這邊剛才是εψon在分子 那現在εψon跑到分母去了 所以就約等於 所以這次是εψon 所以這次是εψon 所以就等於1加z 更為π 這是impedence 那第三個就是フェイス velocity 所以フェイス velocity一定是只有看β的部分 所以一定是Omega除以β 那β是什麼呢? 我們現在講的是良好的導體 那良好的導體就看一下 Approximation之下的β是等於這個東西 所以把這個東西帶進去 最後就會點點點 有沒有 Omega除以更號PiFmuSigma 所以這個Omega跟這個F可以除掉 所以最後就會等於 這是Aproximation 跟號2Omega除以μ 這是它的像素度 那我們下面舉一個例子 講義的下一頁 我們真正拿一個常見的金屬材料 來算一下 我們算銅 銅大家都知道嗎? 你去查一下錶 或是書上告訴我們說 Sigma等於銅的導電度是5.8乘以10的7次方 Siemens per meter 然後μ呢 同是一個 同步是一個磁性的導體的金屬 所以大概約等於 μ0 就等於4π乘以10的-7次方 還有per meter 那我們現在假設說 頻率 3MHz 我們就可以去算一下我們剛才算的這些東西 第一點 它的速度 像素度等於多少呢 大家把相素度 把這個式子帶進去 然後F帶3MHz 就是3乘16次方等等等 最後算出來就會 約等於720m per second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3MHz一個電磁波 通常我們說電磁波的速度好像跟光波一樣 就很大很大 可是你看跑到銅裡面去之後 它就只有這麼多 720公尺 不是3乘10的8次方公尺 所以那個 差蠻多的 那當然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不太討論 電磁波在金屬裡面的傳播 除了我們要討論它的Loss 除了討論 我們等一下會看到的Skin Effect之外 為什麼 因為金屬本身 金屬的內部 的這種介質 本來就不是拿來做傳導電磁波用的 因為電磁波很難進到金屬裡面去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我們可以算Lambda 就算它可以進去一點點 那麼還是可以算它在那一點點的 深度裡面的波長 所以波長是2π 除以什麼 我們前面在講理想的介質的時候 波長跟K有關 K等於2π除以Lambda 所以Lambda等於2π除以K 那我們現在講的這兩種介質 都有損耗的情況之下 我們還是一樣 波長的定義都是用Beta來定義 都是用它的那個相位的周期來定義 所以2π除以Beta 那就把Beta 算進去 帶進去 或是說你說它等於UP除以F也可以 你帶Beta也可以帶這個式子 UP剛才算過 F前面有了 等等等 最後算出來結果就是 0.24mm 0.24mm 我們同樣的跟 假設這個電子波還沒有進到同之前 在空氣裡面傳播 你就可以算一下 在空氣裡面 空氣裡面 你說把3MHz帶進去 然後3x480V帶進去 最後的結果是多少 100公尺 然後在3MHz的時候 所以那個介質的特性 介質的特性 不一樣的話 電磁波在裡面傳播的特性 也會不一樣 如果這個特性差很大的話 電磁波特性也會差很大 這個到目前這樣子有沒有問題 那再下來最後一個就是 通常我們不太講這兩個 我們真正對金屬來講的話 我們要看的是它的衰減 因為它真的衰減很大 那我們看很大是多大 我們就算一下α 算一下attenuation constant alpha alpha alpha約等於 我們這邊有 根號 pi f mu sigma 所以你把這些東西全部帶進去 最後就等於 2.6 x 10 的四次方 np per meter 不是就是 meter分之一 那這有多大呢 這個就是我們來看這個 這個代表它的衰減 所以alpha越大 它衰減的越快 可是量化上面來講 我們怎麼來定義它的衰減的東西 所以 exponential 負 alpha z 通常我們會怎麼寫呢 exponential 負的 z 除以 alpha分之一 那我們就把 alpha分之一定義成什麼呢 exponential 負 z 除以某一個 delta 所以delta 的單位就跟距離是一樣的 這個形式的式子 大家以前應該看過嘛 我們說什麼 電容放電是一個指數衰減 所以會有一個時間常數 它隨時間變化 exponential 負 t 除以 tau 那個 tau 叫時間常數 每隔一個時間常數 它就衰減成百分之三十幾左右 那這邊是完全一樣的 只是它現在是隨著距離的衰減 所以那個講義下面就寫說 所以你按照銅這樣帶進去 所以delta 當 它等於 alpha分之一 等於你把這個帶進去之後 得到的結果是0.038 也就是說 我就算一個電子波進到一個銅裡面之後 我經過0.038mm 就是38個micron之後 它就會衰減成原來的0.368這麼多 百分之36左右 那這個是 大家記得喔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正幅的衰減 那我們後面會看到 如果你真的要算它的能量的衰減 或是所謂功率的衰減的話 那是正幅的頻發 所以你如果正幅衰減成大概百分之三十的話 那功率就大概剩下百分之三十的頻發 大概剩下百分之十左右 OK 所以要衰減得非常的快 那這次在什麼 在3MHz 相對來講 這是一個低頻的一個電磁波 因為 你幾乎看不到什麼東西是3MHz在傳的 其中這個原因是3MHz它的波長實在太長了 100公尺 100公尺 你要去做一個 跟100公尺差不多大的天線 其實是很難做的 那我們就說 那我們就一個比較高頻的 講義上面有寫 我們就大家看一下講義 就假設 現在我變成10G 10G 你可以通通帶進去 這時候Delta就剩下 0.66mc 0.66mc 連一個微米都不到 已經類似什麼奈米科技的範圍了 所以這個就是 電磁波可以在金屬裡面傳播 可是在很短的距離之內就會被衰減掉 也就是它沒有盤法傳得很深入 所以從這裡面我們就定一個第五點 丟點就是說這個Skin Depth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alpha 丟點的部分 所以這個Delta就把它叫做Skin Depth 它就等於alpha分之一了 所以定義就是它 它政府會衰減1 over 1 這麼多的所會傳播的距離 它的公式就是等於 alpha分之一 alpha在哪裡 alpha在這裡 所以就是 1除以根號 πfμσ 這個有什麼重要的意義呢? 我們知道 比方說我在一根導線上面 我要傳一個訊號 所以這個訊號它可能會有電流 我們前面其實算了半天 至少在第三章裡面算的 都說 我們好像都假設說 當有電流I通過的時候 那個電子是均勻的通過這整個截面 所以你再算它的R 因為我們有時候要算導線的損耗 R就會等於它的Conductivity分之一乘上 如果是電阻的話是L除以A L是長度A是這個截面積 這個解密機叫A 長度叫做L 所以你這個電子 電流電子會移動 那現在這個東西顯然是一個有電阻的材料 所以電子會運動是因為有電場在推它 所以這裡面是有 這個導電性的材料裡面是有電場的 然後電場推它才會這樣子走 可是我們前面假設它是均勻的流過這個截面 就是什麼 它有些電子是從內部的這個地方穿過去 有些是比較靠這個導線的表面穿過去的 的區域穿過去的 可是我們這邊算了半天說 如果這個電流是一個AC的電流 就是說我是一個AC的電場在推動它 那這AC的電場其實如果頻率很高的時候 這邊告訴我們說它在通過這個導體的時候 如果這是一個良好的導體 比方說一根金屬線 就是一根銅線好了 大家做麵包板在做的那個連線 那這個時候 我一個很高頻的訊號過去的時候 其實裡面是有一個很高頻的電磁場在推動 這些電子在移動 那這個時候 理論告訴我們說 這個時候電場 其實電場不會分佈在導體的內部 也就是說電場就算會存在導體裡面 它也只存在導體的表面的附近 所以這個例子來講說 這個電場會怎麼樣呢 比方說這個是它的表面的這一塊 然後大概 這個導體的表面這個環狀的大概的厚度 就是我們這邊講的delta 也就是說 在高頻的時候 電流當然會從導線流過去 可是你的電流訊號只從導線的表面流過去 它不走導線的中間的那個部分 因為電磁場沒有辦法進到導體的內部 它很快就衰減了 比方說 比如說10G對不對 我們剛才講10G是0.66micron 就是在大概表面1micron左右的深度 才會有電場 然後那個電場才能夠推動這個電流流過去 那這個會造成什麼現象呢 會造成你的等效的這個a會不一樣 對不對 我們原來算的a是整個白色的那個結面 完整的結面 可是到我高頻的時候 我真正的等效的a變成是什麼 一個寬度是delta這麼多的一個圓環 如果這個導線的結面積是一個圓的話 所以就是說這個a會下降 會減少在高頻的時候 那這個a減少什麼 電阻會往上升 所以很多高頻的現象 在低頻的時候是完全沒有 第一個不知道 所以不知道需要考慮 然後可以沒有辦法想像為什麼這樣 可是當你做到高頻的時候 就這些東西通通都會跑出來 如果你需要去做設計的時候 以後有機會 做高頻的設計的時候 這些東西都必須考慮進去 所以在高頻的時候 會因為這個所謂的skin depth skin就是皮膚對不對 就好像你的一隻手 不是整隻手那麼粗 只有表面的皮膚那薄薄的一層而已 所以這叫skin depth 然後這叫skin effect 有人叫做肌膚效應 肌是收集的肌 集中的肌 叫skin effect 所以我們繼續上課 剛才講到什麼呢 剛才講到skin depth 這個skin effect 所以這是在高頻必須考慮的現象 那我們再下來看一下課本的一個立體 這個也是跟電磁波傳播有一些有趣的現象 這個是在海水裡面傳播的一個立體 那大家知道海水裡面有的一些離子等等 所以海水是會導電的 那會導電就是說 它基本上 它可能是一個良好導體 所以你要去算一算 那這題的題目是要 就是說我這個是海平面 然後往下是z 那這個叫x方向 所以下面全部都是海水 那題目告訴我們說 電場有一個電磁波 穿過了海面 基本上就是已經到海水之內了 那它下面要看它在海水裡面傳播的狀況 可是它告訴我們說 在就是穿過了水面之後 然後開始算z等於0 所以在水裡面從z等於0開始 它告訴我們說 這時候電場的傳播 沒有它說 在z等於0的這個位置上面 固定位置 那電場是多少呢 電場是x分量 然後cos x分量 然後它的正幅是100 乘上cos x 10的7次方 πt 10的7次方 πt 也就是說有一個人 站在水下面一點點 那個地方定義成z等於0的時候 他觀察到的電場是這個樣子 那當然我們就假設它是一個平面波 所以這是一個線性偏極化的平面波 往正z 朝下傳播 然後電場是x分量 那當然這個就是所謂的10 然後這個就是 這邊就是 2πf 所以大家可以 就是ωt 所以根據這個我們就可以寫出什麼 這個是在z等於0的時候位置 所以它開始往下傳播 你就可以知道 它往下隨著z的變化就可以寫出來了 這個是題目告訴你的 可是你下面 題目沒有講的你要自己能夠寫出來 所以我往下傳播的時候 OK 那我們用facer的形式來寫 會等於什麼呢 會等於1 在z等於0的c 乘上exponential的-gamma z 這是一個general的form 那這時候z 就是從z等於0開始往下算 所以你把這上面已經知道的帶進去 所以就會在 我們直接解簡單 就1在0的地方 乘上exponential-alpha z exponential-z beta z 那重點就是要去算alpha beta 等等的 那個計算的細節其實跟我們剛剛都算過 我們就不再 不超一遍了 那個細節大家看一下課本 我們把最後的結論看一下講義上面 第一個在 你在還沒有算之前 還沒有算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下海水到底算不算良好的導體 或是良好的絕圓體等等的 然後再假設現在這個f等於5MHz 然後你去算一下sigma除以ωε 這個就判斷說這個導體 這個介質到底是 介電的特性比較重要 或是導電的特性比較重要 所以你把課本能力的參數帶進去之後 這個等於200 所以它就大於大於1 所以它是什麼 是一個良好的導體 那量好的導體就可以帶 量好的導體的這些approximation 那帶完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 alpha等於beta 就等於8.8 那8.8就基本上是公尺分之1 所以可能是公尺分之Np或是radi 那兩個都是沒有單位的東西 那從beta可以去算什麼呢 從beta可以去算lambda等於2pi 除以beta就等於0.7公尺 然後你可以去算skin depth 就等於α分之1 也是一樣帶進去 就等於0.112公尺 所以你這些全部算完之後 就可以來觀察一下 第一點下面的a 我們現在是在5MHz 所以5MHz 你可以去算 如果一個5MHz的電磁波 在空氣裡面傳播的話 它的波長是多少呢 就是60公尺 in air 在水裡面變成0.7公尺 這兩個差很多 那這有什麼影響呢 假設說 你現在是要跟海底的一個潛水艇通信的話 你通信一定是跟地面某個地方通信 那地面發出來在空氣裡面傳播 波長是60公尺 然後到了潛水艇 海水裡面變成0.7公尺 那我們後面 第11章講 講天線的時候 大家會看到 你不管是發射 或是接收 電磁波 你都用天線來發射或接收 那天線本身的尺寸 大概要跟波長要差不多 比方說一個波長 或是半個波長 或是四分之一個波長 要跟那個大小差不多 所以這個時候 你就發現 我如果在水裡面的話 0.7公尺 所以我那個潛水艇 我要去做一個約 0.7公尺一樣的這個天線 那可是在空氣裡面 你要想辦法去做一個60公尺 或是30公尺 或是10幾公尺的一個天線 那當然就會有一些困難 你要做這麼長的一個東西 所以這個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就是 在水裡面傳播 它的Skin Depth是 大概10公分左右 所以就是說 你穿過了海水面 每傳播10公分 10公分大概這麼長 它的能量 我們剛才講過 能量就大概剩下10分之一 我不知道潛水艇 在裡面比方說10公尺 那就算一下 其實能量衰減的非常的快 那衰減的非常快 就是你的通訊 什麼那些東西 都變得很困難 如果你是用電磁波 來做通訊的話 OK 那 這是A OK 那 所以為什麼 我們要算這些東西的原因 在這個地方 那B B呢 B就是 課本有特別提到 我們前面講說 我們不是定義了一個 Eta 它的 主抗 所以主抗 其實 你電場知道了 你要去用主抗 因為你 你知道這個是什麼介質 那你知道電場的強度 你就可以 用它跟主抗的關係 去算它的磁場的強度 那 在理想的介質裡面 理想的決定體裡面 主抗是一個時數 時數的話 你就直接乘或是除就可以了 不管你是在 這個 instantaneous 的縫裡面 或是用 phasor 的形式來算 都是一樣 因為時數 對 complex number 的計算而言 是不會影響到的 那 可是 如果你要在 complex 的縫裡面 也就是在 phasor 的縫裡面 用磁場 或是說 你現在假設知道電場是這麼多 你要算海水裡面的磁場 有多大 的時候 就會碰到問題 因為你的 eta 是一個 有虛部的複數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要回到 主抗的定義 那個 eta 的定義 是在 fasor 的 domain 裡面 定義出來的 大家只要看到 所有 會有虛部的東西 跑出來 都是在所謂的 fasor 的 domain 或是在 frequency domain 裡面 才會有虛速 你在 instantaneous 就是 Function of t 的這種情況裡面 是不會有虛速的 那個虛速就會變成一個 像位 一個時速的像位 跑到你的 sine 或 cos 裡面去 你真正寫成數學的時候 在 time domain 裡面 是沒有虛速的 所以你看到所有的 虛速出現一定是在 frequency domain 或是所謂的 這個fasor 封裡面 所以 你要從 E 去算 H 當你的 eta 是 複數的時候 你就必須在 fasor 的形式裡面去算 算完之後 把 complex fasor 的磁場 算出來 然後再轉換成 instantaneous form 的 real time time domain 裡面的 磁場的形式 如果考試真的要你這樣算的話 所以這個是 課本有提到的 這個講義的b 這一點 所以我們就 不特別講 就剛才說明是這樣子 所以你不可以說 這個b 裡面的 第三行有沒有 你不可以說 h of t 等於 e of t 除以那個 eta 因為 eta 變成一個 complex 所以你除出來 就會出現一個 complex的 real time 的磁場 就很奇怪了 所以這個是 good conductor 有沒有問題 沒有的話 我們下面講另外一個 很有趣的 這個 介質 這個介質 會碰到 可是不常碰得到 一般人通常不會碰到 我們叫做 ionized gas Ionized gas 就是離子化的氣體 被游離的氣體 有時候我們叫做電漿 舉個例子來說 地球表面 這是地球的表面 我們知道上面有大氣層 太陽的光照出來 其實有很多 什麼紫外線 那些高能的 比較能量比較高的 太陽的輻射過來 所以 你那個太陽光過來 其實它這邊有很多 原來有很多氣體分子 氣體分子 原來是中性的 你照到這些紫外線之後 或是什麼 應該是紫外線之後 會怎麼樣呢 它會吸收紫外線 然後它就可能會游離 所以原來氣體是中性的分子 那游離之後 就變成帶正電的離子 那還有一些帶負電的電子 會在旁邊跑來跑去的 因為你現在能量是持續 就是高能的這個 光的能量是持續不斷的過來 所以你待游離之後 你有可能這兩個碰在一起 又變成中性的 可是它會變成一個動態平衡的狀況 就是說我一直不斷有能量進來 然後我就一直有 不斷有這些東西 會被游離 然後它又會 combine回去 變成中性的 所以你最後 達到最後平衡的時候 你就會在這裡面 充滿了各式各樣的粒子 包含 帶正電的正離子 包含這些電子 那當然也包含很多 中性的 氣體分子在旁邊 所以這一整個組合 被游離化的氣體的整個組合 還包含了這些中性的東西 混在裡面的整個組合 就叫做一個 我們叫做plasma 叫做電漿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下面的說明 plasma是什麼呢 Assembly 所以就是一個組合 這個組合包含了 正離子 還有帶電的負電 帶負電的電子 可是這兩個東西的數目 是一樣多的 因為 你最後 一開始的時候 是從一個中性的 一個總共的氣體分子裡面 演化出來的 所以你最後會 流離出正跟負的電荷 那 這兩個加起來 最後要電中性 就整體來看它是電中性的 所以你包含了等一樣多的正離子 一樣多的負電子 還有可能的那些中性的氣體分子 在旁邊這樣跑來跑去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為什麼它會跑來跑去呢 因為有熱能 然後你有這些能量 外面的輻射能量 其實都給它能量 它就開始跑來跑去 會有動能 可是我們知道在這個過程裡面 電子的質量 就是它 原小於原子核 或是離子的質量 所以基本上 我們考慮它隨時間 運動的狀況 基本上只要考慮電子的狀況就可以了 所以好像我們說 是一個 這些電子 游離的電子 在一些固定的 正電荷的背景之下 所謂固定就是它不會動 因為它是在動得很慢 我們就假設它不會動 所以是一堆電子在固定的 正電荷的背景之下 在這邊跑來跑去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看它的運動的狀況 所以這是第一點、第二點、第三點 那第四點就是 簡單來講 就是我們假設這個空氣很稀薄 因為高空 很稀薄的意思就是說 電子這邊跑來跑去的時候 它去跟其他東西碰撞的機率很小 那如果沒有碰撞的話 它就沒有損耗 所以我們可以暫時忽略掉它的損耗 那如果你要把損耗放進來也可以 就是把它的運動方程式再加一個 中間內向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這是第三點 那第四點是怎麼樣呢 正電荷、負電荷都會受電廠的影響 所以你電磁波如果通過它的時候 它會受電廠的影響 可是這些中性的氣體分子 就不受電廠的影響 因為它Net來講是不帶電的 所以有這些現象 為什麼我們要講說它會不會受電廠影響呢 因為 假設這邊有一個電線 然後你外面這邊有個太空船 在這個地方 那假設你要跟它通訊 的話 這個你要通訊那個電磁波就會穿過 這個叫電離層 會穿過這個電離層 所以電磁波裡面的電廠就會跟這些電子 因為我們假設那個離子不會動 會跟電子會有一個交互作用 所以那些交互作用會決定了 這個電磁波在電離層的 這麼可能幾十公里的範圍之內 那個厚度範圍之內 它傳播的特性 所以這是第一點 那另外這個例子 除了在大氣層之外 另外一個類似的例子是在什麼呢 在金屬導體裡面 我們現在假設一塊金屬 然後金屬我們知道就是很多自由電子 所以很多自由電子在裡面跑來跑去的 那同樣的金屬的那個 它Background的那個正電荷 的那個原子荷也是不動的 那金屬如果說你考慮 它幾乎是沒有什麼電阻的話 那這個電子在裡面跑來跑去 碰撞的機率 或是能量損耗的機率也很低 所以這個條件跟這些東西加起來都非常的像 所以其實在某些情況之下 金屬裡面的自由電子 也可以看成是一個plasma的環境 所以我們這邊要講的這些現象 其實在金屬裡面也會觀察得到 那只是說頻率會不一樣 因為比方說這邊是很稀薄的環境 這裡面相對來講電子的密度就很高了 因為它全部pack到一個固體裡面 跟你這個稀薄的空氣是不一樣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機會碰到這種的話 都會發生什麼plasma oscillation等等的 或是吸收等等的 其實在這個看起來差異很大的環境裡面 其實是有類似的現象 所以這個先跟大家介紹什麼叫做plasma 那沒有的話 所以我們下面就要看一下 所以這裡面的電子會受到 電磁波裡面的電場的影響會運動 所以我們看一下電子在電場的作用之下 它的運動的狀況是怎麼樣 為什麼要看運動呢 因為有運動就有位移 位移就會跟我們前面講過的界電的特性會有關係 所以第一點就是我們講到運動 運動就跟以前學到最早學到的某個定律 就是牛頓運動的定律 所以我們現在說考慮一顆電子 那電子我們知道 一顆電子讓我們算一下一顆電子 或是一個單位 對一顆假設一個電子叫做-1 所以一個電子的電量是-1 1是一個正數 我們就假設一顆電子受到的力 有多少 電荷所受到的 因為這裡面的力我們當然重力不用考慮 因為重力實在太小了 如果你真的去算的話 我們就考慮它什麼 它受到電磁場裡面的電場的作用給它的電力 所以在F就會等於-1存上電場 因為電場的定義就是單位電荷受的力 那牛頓告訴我們說 當這顆電子受F這麼大的力的時候 它會有個加速度 會等於MA 加速度A 那M就是這個電子的質量 OK 那就會等於M 假設DxDt平方 所以這個是有辦法 譜物有教過 你要這樣寫 假設電子叫做x向量 所以大家看到有這個T就表示 這是在什麼 在Instantaneous Form裡面 在Time Domain裡面寫出來的 那我們現在就假設說 現在這個電磁波是一個固定單一頻率的電磁波 所以我這個電子受到裡面的電場影響 它的運動不管是多大多小運動 基本上也是用Om的頻率在運動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東西轉到Facer Form裡面去計算 就是去轉到Frequency Domain 好 InFacer Form 所以大家應該現在會 我們現在就保留這個E跟這個X之間的關係 我們現在假設電場是X方向 也可以這樣子來看 所以大家現在應該會轉了 所以這邊還是-1乘上1 好 那等號的最右邊呢 就m 對不對 這是質量 所以對時間的微分就變成乘上 jω 對不對 這是轉換成Facer Form的規則 所以就會變成m乘上jω的平方 因為你微分兩次乘上x 所以你就把它整理一下 所以得到什麼呢 當我有電場1的時候 我這個電子的位移是多少 等於1除以mω平方1 那個符號消掉了 所以我現在這個電場是一個oscelation的 一個震盪的電場 所以電子在裡面動了動去也是這樣子 原地在這邊做來回的運動 所以你可以想像成是怎麼樣呢 想像成是一個電子 現在假設一個電子在這個地方 然後怎麼樣 它在一個固定的正電荷的background裡面之內 去做來回的運動 所以它有一個位移量 然後相對於一個固定的正電荷的背景 有一個來回的運動 你可以這樣子看 那為什麼要這樣看呢 這樣看意思就是說 我們假設它電子剛開始不動的那個位置 叫做起始的位置 那是一個電中性的位置 所以剛開始如果都沒有動的時候 好像負電荷跟正電荷是重合的 然後現在有一個電場 出現在這個介質裡面 所以這個電荷就有一個 相對於正電荷有一個位移 那這個位移是一個AC的位移 不過還是一個位移 所以好像怎麼樣 正電荷跟負電荷之間 有了一個距離 這個有一個低的位移量 那這個現象是什麼現象 原來正負電荷是重合的 然後你有了電荷之後 正負電荷就分開了 有一個相對的位移量 這就是我們第三章講的 這個介電物質或是某個介質 就是受電場作用而極化的一個現象 那這個也叫Polarization 不過這叫電極化 跟我們講的那個電場方向那個不一樣 雖然說用的英文字是一樣 所以一旦你的介質裡面的 所謂的中性的組成的成分 發生正負電荷分離之後 就發現就可以看成是一個 介電值被極化的一個狀況 那極化之後就會產生Dipole 對不對 因為這時候有正負電荷 正負一樣大小的電荷 然後有一個距離 所以我們用Dipole的這個觀念 來看這個電場所造成的位移的效應 這樣可以嗎 這個邏輯 那最後會怎麼樣 因為Dipole最後跟Epsilon有關 那Epsilon跟我們前面算了半天的 EpsilonC會有關係 所以我們這邊再算 其實最後要算的是 這個Plasma的環境 它的等效的節電 那個Complex的節電係數是多少 所以我們就那個P P叫Dipole Dipole是什麼呢 Dipole是一個電子 它所具有 在運動的情況之下 具有的這個Dipole 那根據那個 我們前面講 Dipole是Q乘上D D是直接的位移 那我們現在這個D變成X 因為我們現在用X代表它的位移 所以這個電子相對而言 所以這個Dipole變成Q乘上X 所以現在Q是-1 乘上X向量 對一個電子而言 這是一顆電子 或是我們前面講的 一個分子 一個中心分子被電子場激化之後 那個激化的Dipole有多少moment 希望大家還記得 不記得的話翻一下第三章 那再下來就是 你現在是整個這麼大的一個界子 這麼大的環境 不可能只有一個電子 所以你有很多電子 那我們就要看一下 所以這整個大的界子裡面 到底單位體積裡面有多少Dipole 所以我們就定出Dipole moment 的Density的這個觀念 所以我們看一下講義下面 如果說這整個環境裡面有N個 大N個electron per volume 就是單位體積裡面有大N這麼多個電子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定義 在這個單位體積裡面 有多少Total的Dipole moment 你就把所有的電子 所有的單一個電子的moment加起來 所以這個時候 就可以得到一個 這個Polarization Vector 那同樣的 這個Polarization Vector 跟我們那個說 電磁場什麼線性偏極化 原偏極化那個不一樣 這個是電偶級Dipole的Vector 那這叫P 這是單一個嘛 那如果是整體來看的話 我們叫一個大P 就變成說Dipole的Density 所以會變成 所以這個叫做Volume Density 就是每一個單一個electron 它的Dipole moment 它的整體的體積密度有多少 單位體積有多少個這些小P 所以就是N乘上小P 那你把小P帶進去 按照這些定義 然後X算出來 所以這個最後 點點點就會等於 N-N-1平方 除以Mω平方 乘上電廠 所以最後這個設置告訴我們說 當我有一個電廠出現在 所謂的Plasma的環境裡面 那這Plasma裡面的電子的密度 是大N這麼多的Plasma的這種密度 的這種電漿的環境裡面 那這個電廠會造成 或是說感應出 或是會造成一個 極化的 那個 界電物質的極化的現象 然後它的極化的密度 是這麼多 OK OK 那我們知道 這個Polarization 或是那個大P 會跟Epson的定義 或是所謂的D的定義有關 所以我們再回到第三章看一下 所以這個時候就可以知道 最後我們知道 原來的 我們前面講 定義一個D的這個向量 這個向量是Epson1 應該是Epson01加上P 這是低向量的定義 那從這裡面 我們最後定義出那個Epson是多少 那所以你把這個帶進去 帶到這邊來 那最後就會得以 那這裡有兩個電廠 所以電廠都把它搬到外面去 那最後就得到Epson0乘上1- 減掉 以減掉 1-1平方 除以M0-1平方 再除以Epson0 這樣電廠 那這個括號 這個括號我們通會怎麼寫呢 這個括號裡面 電子電量但是常數 這個M也是常數 Epson0也是常數 這個N是 就是那個plasma的特性,所以我們現在考慮的是同樣一個plasma 所以這一下會跟你到底你的電磁波頻率是多少有關 所以我們就把有關的留下來,然後剩下全部把它Lump在一起,叫一個OmegaP 所以這裡面的這個常數叫OmegaP 所以OmegaP叫什麼呢? 我們等一下會看到為什麼要這樣子叫,我們把它叫做一個電磁頻率 因為這是在電磁的這種特性的,具有電磁的這種特性的介質裡面推導出來 所以叫一個plasmafrequency 那它的定義當然就是這些常數全部把它Lump在一起 就是根號N1平方,所以OmegaP 這個OmegaP 然後F0 那或是你也可以把它寫成2π fp 因為你用多少多少Hz講的是這個f 那你把2π出過去叫fp也可以,這兩個都一樣 所以為什麼要這樣定義呢? 再來就是我們現在就得到在一個電磁的介質在電場E的作用之下 它有這樣子一個d 所以我們知道一般來講 當你的電磁跟1滿足這個關係式的時候 這個括號就叫做εψonR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 對一個電磁而言它的等效的這個所謂的介電常數 這個叫做εψonP 就等於εψon0 我順便把那個整串 那個εψon0包含進來的話 就是εψon0乘上1-OmegaP 或是你要把它寫成f也可以 這樣也可以 這個就是我們的εψonR 那再來 我們現在知道它的介電常數就是它的εψon 那知道εψon就知道 就應該可以去算這個電磁波通過這個介質的時候 或是說它在這個介質裡面傳播的時候 會出現什麼樣的現象 所以我們就要去算電磁波在這樣的一個環境裡面 這樣的一個介質裡面 它的那些傳播係數的那些常數到底是多少 所以我們看一下下面這個 propagation constant propagation constant γ等於什麼呢 等於jk k就是Omega跟εψon 那現在這個εψon是εψonP 因為叫做plasma 因為叫做plasma 那我們就先把這個 把這個帶進去 這等於j Omega跟하 μ 然後把這個帶進來 一減掉fp 除以f的平方 εψon0 我們這邊可以先 稍微畫一下好了 到底這個εψon 因為最後你要去算 看εψon帶進去 到底開根號開出來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εψonP 到底跟頻率有什麼關係 所以如果我們把不同的頻率 然後不同的εψonP 畫出來的話 你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在fp的這個特殊的頻率之下 當我的頻率如果大於 就是我電磁波的頻率 如果大於這個 電漿或是電離層的這個環境的fp的時候 pasma frequency的時候 這個括號就小於1 小於1之後這個減掉 所以εψonP是正的 可是反過來講 我的頻率如果太低 低於fp的時候 我這個括號裡面變成負的 所以如果你把這個東西畫出來的時候 它基本上會是這個樣子 然後頻率趨近無限大的時候 真的很高頻的時候 這個越來越大越無限大的時候 這一項就幾乎很小 可以忽略掉 那εψonP就變成εψon0 所以這個是εψon0在這個地方 那它趨近εψon0意思是說 因為我頻率如果越高的話 我變化很快的時候 電子是有質量的 電子是有質量的 所以電子有慣性 所以有慣性的話 當我頻率很快的時候 其實它的運動跟不上 你的變化的 電場變化速度 所以基本上電子也不動了 那電子不動了 就是說它沒有被極化 它的位量 Polarization非常小 所以就好像真空一樣 所以高頻的時候的現象是這樣子 那我們下面要來看說 那到底正的負的 這個εψonP有什麼關係 那講義最下面這個我們把它抄一下好了 這個intrinsic impedance εψonP等於 就是ε0除以 我們就直接這樣 εψonP等於這個根號 εψonP 那εψonP沒有一個εψon0 你把那個εψon0 這也是μ0 你把那個μ0除了εψon0 叫做ε0 然後那個根號 就把它搬到下面來 那重點就是說 到底我的電磁波的頻率F 大於或小於FP的時候 這個電磁波在這個環境裡面看到什麼東西 所以D點A 講義的下一頁 如果F小於FP 低頻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 你把它帶進去 因為這個括號變成一個負數 純粹的實數 可是它是負數 那個negative不是complex 它是一個負數 所以開完根號之後 開完根號之後 得到一個純虛數 那純虛數的那個j跟前面那個j就層一層又抵消掉 所以這時候 γ就等於一個pure的一個實數 那我們知道γ等於α加jβ 所以它就等於α 那個jβ沒有了 所以這個時候你再把它帶到我們說 電場等於exp-αz 乘上exp-jβz的時候 這時候j下沒有了 就是電場 會正比這個東西 跟z的關係 所以這沒有 所以電場變成純粹是一個衰減的電場分佈 完全沒有波動的傳播的特性在裡面 因為沒有這項 那這是第一點 這個就是pure attenuation 好 那第二個就是 Eta 所以這個Eta或是EtaP Plasma的impedance 會等於什麼 電場 我們知道它的第一是電場處於磁場 那當低頻的時候 它其實 剛好裡面是複數 所以這是一個純虛速 所以它的純虛速 這講義上也有了 那純虛速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從主抗的觀念來看 比如說電阻的主抗是一個實數 然後電感跟電容的主抗是純虛速 所以有時候我們說純虛速的主抗 至少在電路學上面 比如說純虛速的主抗叫reactive load 不是像電阻那種叫passive load 所以電漿對於低頻的電磁波而言 相對於它是一個所謂的reactive load 的一個介質 那這個我們後面會看到 當我的這個Eta是純虛速的時候 類比到電路學上面 大家學過的觀念是一樣 一個純虛速的主抗 基本上不管是電容或是電感 是不會消耗掉能量的 你把一個pulsor pi連到一個C或是L上面 基本上pulsor pi不會輸出進的能量 如果都是理想的話 那同樣的 電磁波在pure reactive 這個impedance的這種 所謂的reactive的環境裡面的話 電磁場在裡面 是不會有能量的 我們這時候不是說它消耗 我們說它沒有能量的傳播 因為我們知道電磁場是帶能量的 為什麼外面會熱 因為太陽把能量藉由光波帶到地球上面 所以如果是reactive的時候 大家看一下 講一下 所以就是no power transmission 所以跟電阻不太一樣 電阻就是 時速的主抗是會消耗掉能量的 可是對電磁波的傳播而言 時速的主抗是能量可以通過它 可以傳播 純虛速的主抗就是能量不會通過它 能量沒有辦法在純虛速的主抗的環境裡面傳播 這是第一點 課本上說 一般來講 在電磁場裡面 FP 約等於 9根號N N就是那個 離子的濃度 所以你可以帶進去 所以約等於0.9到9MHz等等 所以大家稍微參考一下 這個離子濃度會跟白天晚上有關係 因為白天太陽光一直照 那個離子濃度就比較高 晚上太陽光就沒有了 因為跑到地球的另外一邊去了 所以這個N會隨著一天的時間 或是季節等等都會有不同的變化 這是第一點 那反過來講 B就是F大於FP 那這個時候就 γ等於什麼 F大於FP 所以這個時候根號裡面變正的 根號裡面變正的 那開文根號還是一個時數 所以γ變成一個純虛速 純虛速沒有α 它只有jβ α等於0 所以這個時候 電磁波就好像是在一個理想的界電子裡面傳播 不會衰減 如果我們都不考慮電子的碰撞的話 所以就是它不會有衰減 那意思就是怎麼樣呢 假設我地面的一個天線發了一個電磁波 如果我的頻率不夠高的話 如果我的頻率低於它的plasma frequency 這時候我電磁波跑到這邊來 然後碰到了這個環境 這個環境電磁波的能量沒有穿過它 因為它的load是reactive load 所以這個時候沒有辦法穿透 怎樣就只要會反射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跟外面的通訊的話 你的頻率就要高到大於它的plasma frequency 這樣的話它就會穿過它 可以跟外面的太空船或什麼東西來通訊 課本有一個好像也是例題 基本上我們在算跟太空船通訊的問題 這個例題其實就是用這個fp等於9根號n來算 太空船的通訊 課本說如果n等於2乘10的14次方的話 就是每公尺 每地方公尺有這麼多個的話 你可以去算一下fp約等於9根號n 就等於127MHz 這個現象除了說跟電離層有關之外 太空船如果要從月球軌道或是地球軌道回來的時候 或是太空梭要從上面下來的時候 大家知道那個太空船 不管你是太空梭還是太空船 假設以前是一個三角形 然後你一直往下掉的時候 因為空氣阻力會摩擦 所以這個地方會生熱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太空說要去貼那些防熱隔熱的磁磚 如果你不貼的話 裡面的東西就會太高 就會影響到把裡面的東西 人或是設備什麼會受到損害 所以這邊就會很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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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熱能本身也會造成空氣分子的游離 因為熱基本上也是一個能量 所以你這邊下來的時候 你這個附近其實因為高溫造成的也會造成plasma 所以這邊也會有一層plasma在這個地方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的地面跟這裡面的那個通訊 就是跟那個通訊模組要通訊的時候 其實它就必須穿過這層電離層 所以大家如果看電影的話 就知道那個會有一段時間是沒有辦法通訊的 為什麼呢 為什麼原來在上面太空的時候可以 為什麼有一段時間不行 可是後來又可以了 因為後來降落傘就打開了 所以又開始變 那個速度就減少了 所以這邊溫度就下降 所以電離層就沒有了 那有一段沒有辦法通訊 就是你這邊的電離層 假設剛好滿足你那個F5跟F5 你真正用的那個頻率是小於它的FP的時候 它就沒有辦法穿過 然後跑到你的那個太空船裡面去 所以這些東西就是可以從 電漿的這些基本的特性 我們推導出來之後 plasma frequency 會有關係 OK 太完美了